11月18日,洛杉矶湖人队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和金周勇续队的凯文杜兰特,这两人是无庸置疑当今NBA联盟实力最强二人,但是,如果要问这两人谁更强一点,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了。 詹姆斯的单打能力在NBA历史上也算是极强的,他出众的身体天赋给予他最好的单打条件,关键时刻有过多次单打成功的表现,詹姆斯可以轻松用身体碾压NBA大部分球员成功上篮,如果队上比他还强壮的球员,那么詹姆斯的投篮也不是一般人能封盖的。 如果詹姆斯想拿分,那么联盟中很少有人能够阻止他。 杜兰特是现一般NBA中单打能力最强的球员,拥有将近两米十身高的杜兰特手感还要出奇的好,无论对上哪个球员都可以形成错位。 杜兰特可以颜色小个子后卫,可以细耍高个子内线,还精通各种进攻手段,根本没有人能够正面防住杜兰特。 如果说能够击败杜兰特的方法是什么,那就只有消耗他的体力了,否则真的对他毫无办法。 NBA民宿,误解全明星球员蒂姆哈达威,认为凯文杜兰特实力超过詹姆斯。 在单打中詹姆斯无法防住杜兰特,没有人能够阻止他,他在地位的中距离翘头是无解的。 凯文杜兰特是联盟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防住的球员。 蒂姆哈达威说,哈达威还坚信,即使詹姆斯有68身高,250磅体,重的体型优势和运动能力,他依然无法阻止这位勇士超级球星去得分。 就像我说的,凯文杜兰特是唯一的没有人能够防住的球员,他补充道,即使这样会招到来自个界的质疑声。 好吧,我可以这么说吗?在他持球进攻的时候,詹姆斯防住他了吗? 我听不到你们的质疑,时间倒流到上赛季总决赛的G3。 杜兰特在面对杉姆斯的防守使命中了致胜一头,而在上一年的总决赛G3中,也出现过几乎相同的一幕。 独行侠主帅李克·卡兰尔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勇士前锋采文杜兰特。 卡兰尔说道,他是这项运动里,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得分手。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勇士内控事件,格林要比走KAD,而在很多的媒体和NBA球星看来,杜兰特要比格林更加出色。 巴克利在近期的一张节目中说,如果勇士失去了杜兰特,他们将不再是总冠军热门,如果没有凯文杜兰特,他们赢不了过去的两个总冠军。